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 元神4.6 封单全宝箱任务神童 一条龙全收集 旧日之海诺托斯区邪律上的永续是为了旧日与明天迟来的归乡他的 生命在那边超越时空的空想 切煞勒姆公神童15 宝箱45 好那这一批的话我们要来到褪色古堡啊 就是这边这个右下角的这个锚点啊 这里自己看一下啊 好那到这里之后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往下跳 在前方那个门 从这边过来 然后在这里我们点击前往旧日之海 好这里过来之后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往前游 好那前方这边这个柱子旁边啊 这里一个摩拉堆捡起来 捡起来摩拉堆然后往东方向地图 被拉去正前方那门啊 这边游出来 好那游出来之后我们小地图上亮起了这个 这个神童的高光 我们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往下面有这边一个 这个是什么 锚点 这个锚点开启 开启之后在锚点的正家方 这边有一个空间啊 这里面是一个神童 捡起来这个神童 然后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跟着任务指引 穿过暗流 领電灯 还是 areny 等待开启之后 这边它将也把它帀来 stret下了 就一滴 照了 obtained ened 께서 如计 confidential 好,那一邊問我們對話完之後 我們把四條轉到我們的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角 再來對面有一個 矛點 好,我先過來把這個矛點打開 好的,開啟這個矛點之後 我們再把四條轉到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 這邊低頭 下面還有一個矛點 南方向偏細一點 地圖的下方偏左一點點 這邊過來 開了這個矛點 然後在矛點旁邊這邊有一個寶箱 這個寶箱的話我們旁邊這裡游過來 它會有一個引出 我們點擊引出 然後切換這個交互狀態 看到它三隻怪拳都出來的時候 好,我們再來使用一下元素戰技 這樣的話這個寶箱就解鎖了 拿到這一個精緻的寶箱 然後這個寶箱南方向地圖下方我們抬頭 南方向地圖下方抬頭往上游 好,在前方這一個平台上 這裡有一個縣射吊戰 好,這裡也要收集26個水汁威力 進入傳送門 最後一次進入傳送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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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寶箱解鎖 我們拿到這一個珍貴的寶箱 拿完了這個寶箱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往下游 好,游下來在前方這裡有這樣一個 這個是什麼石頭啊 這石頭我們來到這石頭的地方 然後我們回頭找一下這個異色種甲蟹 在我們的東北方向地圖三角 這裡我們來拿一下它的能力 然後再回去把這石頭給它炸開 好,炸開石頭之後 這邊我們點擊該演奏了 好的,這樣寶箱就解鎖了 我們拿到這一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在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 我們這邊往上游啊 往上游 要到上面這一層 上面這一層啊 游了過來之後正前方 這邊一個神童 拿一下這顆神童 拿到神童之後 在我們的腳底下正下方 腳底下正下方往下游 這邊這裡有一個摩拉堆 好的,那拿到這摩拉堆 西方向地圖左邊 我們在 在這邊這個 這石頭什麼東西上啊 這個平台上啊 這裡一個摩拉堆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 東方向地圖右邊 我們從這邊往下游 好,再往下游啊 往下游 那這裡的話是這樣一個解密 這個解密 好,這個解密的話 我們右手邊啊 右手邊這一個啊 我們調到最上面 這裡把他的這個指針 調到最上面的這個 好,那這裡調到最上面啊 那這邊我們再從這邊數過去 是高低中 好,這裡我們游到第二個地方 把這個給他調到最下方 好,然後第三個給他調到中間 他這個很簡單 就是旁邊的雕像啊 雕像他這個劍啊 你看他指向哪裡 你就給他調到哪裡 好,這樣的話 寶箱解鎖 我們來拿到這一個 珍貴的寶箱 拿到這個寶箱 西南方向地圖主要來腳 這邊往前游 好,這邊游過來 在正前方這裡有一顆神童 我們從神童這個地方 把自己放出來啊 出來之後就能拿到這個神童 然後往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往裡面走 好,那走進來 這邊一個怪物鎮守 我們來清鴨怪 好,那我們切完怪之後 拿到這一個精緻的寶箱 然後這個寶箱 我們再繼續沿著正前放 西南方向地圖主要來腳 這邊往前走 來把這個寶箱開一下 好,開了寶箱之後 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這裡有一個石像 這個石像的這品劍的 這上面有一顆神童 我們爬一下石像 拿到這個神童 好,那我們拿到這顆神童 然後往東北方向地圖一串角 這邊這裡有一個限時挑戰 來開啟這個限時挑戰 跟著吃這個…這個什麼…水威力 穿過傳送門 這裡拿到旁邊的這顆神童 順便拿到神童 然後再繼續做挑戰 繼續吃水威力 好,這裡挑戰完成 好,出現一個金子寶箱開啟的 那開啟了這個寶箱之後 我們再來到這個石像的這裡 再來到石像這裡 和它對個話 這邊… 好,這裡的話 我們把這兩隻怪給它清掉 好,這裡我們挑戰完成之後 我們回去和石像對話 會獲得一個成就 好,那拿到成就之後 我們再把西條轉到我們的南方 從東南方向地圖又下掉 這邊我們走過來 在旁邊這裡有個摩拉隊 把這個摩拉隊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 我們再從正前方這個門 剛才解鎖的門 從這邊走進去 好,進來的話 這邊有三個寶箱 一個奇櫃寶箱 一個珍貴寶箱 這邊是一個華麗寶箱 好,那這裡我們把這個寶箱拿到之後 在我們西方向地圖所變 這裡是這個,這個叫什麼鬼來的 給它取出 好,這個叫月章 這叫月章 拿到之後我們再打開後面的地圖 我們再來到這個雅魯斯之門 下方的這個錨點 好,那回來之後 我們把西條轉到我們的西南方向 地圖左下角 這邊我們跟著它這個什麼鎖鏈 這個鎖鏈 這裡往前游 跟著它這個鎖鏈走 好,這邊直接往前 好,這裡的話 我們把這三隻怪先清掉 好,那這邊對話完 好,這邊鎖鏈的話 我們直接切換一下 這個,這個什麼狀態 然後長按就行了 好,這邊就會出現一個 珍貴的寶箱 開啟了 那拿到這個珍貴寶箱 我們再往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這邊 往前走 好,這裡 走過來前方有一個大石頭 把這個大石頭給它打蓋 給它炸開 好,給它炸開 炸開裡面是一顆神筒 拿到這顆神筒 好,那拿完結束 好,那這邊我們在這裡是10個錨點 45個寶箱 還有6個先師挑戰 好,在我們背包裡面 現在是15個神筒 好的,那我們就下一批再見